受傷之後許的願望就是可以 蹲著大便 你不要小看蹲著大便這個動作耶 如果你真的可以蹲著大便 代表你的腳恢復得完全好 我倒用我也不能 什麼 而且我那個時候 我覺得整個整件事情最困難的 就是 真的 腳受傷還沒 而且這真的只有腳受傷才能踩到 因為你只能 你只能處著拐杖嘛 對 然後你 因為一般的馬桶不會有把手 對吧 它就是一個座位嘛 所以你必須要一隻腳然後這樣 這樣做 其實這個對於一隻腳 一隻腳 一隻腳坐下來 蠻難 那你坐下來之後就開始 你就可以稍微這樣子 放著大 那問題是用重點擦屁股的時候 而且他也是右腳 擦屁股又用右手 所以可能會失去平衡 自己想像就好 我自己想像 然後我不要 我不要示範了 我不是偶像 你自己 我不是偶像 我不是偶像 偶像隊長 我自己在家裡傳謀 只有一隻腳可以支撐的時候 會是同一手 同一腳 你有練習用左手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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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還是有找到 會這樣取得平衡到 後來還是有找到 不求人 只能說好幸運我 練過跳舞 哈哈哈哈